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两个孩子男孩女孩 他女儿也成家了 他退休后 本来是班和儿子两夫妻一起生活的 但曾阿姨退休了一年后 就直接打包行李回老家了 永不参与儿子的家庭 也不和他们同住 一起来看看曾阿姨的故事 我老伴十年前就去世了 当时老伴去世后 都是我一个人住的 六十岁的时候我退休了 我儿子说怕我一个人孤独 就回来接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当时听到儿子这么说 觉得他很有孝心 于是就答应了 就这样 我搬到了儿子家 刚开始儿媳夫对我还不错 我们婆媳也处得很好 儿媳经常问候我 还叫我不要做那么多家务 有空去跳跳舞 三三步 要么就是去外面和一些阿姨聊天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儿媳妇就叫我做这做那 刚开始只是让我帮忙打扫打扫地 后来又开始叫我做饭 后来直接叫我做完家里的所有活 顺便带孩子 我之前以为儿子是有孝心 让我去享受生活的 没想到才舒服了一段时间 就要给他们一家洗衣做饭 还要带孩子 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没了 我退休之前 我就已经计划好了我的退休生活 该怎么过 我当时想着去跳跳广场舞 养一个小狗 然后种一些青菜 一个人在老家 舒舒服服地过退休生活 然后再找一些老朋友 唠唠嗑 喝喝茶 这样的晚年生活 算是完美的了 可是 往往想象的美好 但现实却是很残酷 我万万没料到 来儿子家后 我的退休生活 就是给他们做免费保姆 带孩子洗衣做饭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 有一次周六晚上 我在搞卫生 当时我儿子喝 我儿媳说 我们两个人放了四天假 要不我去外地玩玩 不然待在家太无聊了 我儿子说 孩子在家没人带 我们两个出去玩 会不会有点不负责任 儿媳笑着说道 怕什么 又不是抛弃孩子 家里不算还有妈带 有她在 还怕孩子没人带 于是 他们两个就决定好 第二天去外地玩几天 说实话 我当时很生气 因为和他们住在一起后 家里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是我的事 我来这里后 我儿子儿媳 每天吃完饭 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电视 而我却在忙碌 你从来不帮忙 我偶尔想去朋友那里玩玩 都抽不开时间 因为家里还有很多家务 活等着我做 孩子还要我带 但我儿子儿媳 就直接把孩子丢给我 两个人在外面玩得逍遥自在 越想越生气 他们现在所享受的生活 应该是我这个老年人的 怎么他们比我过得还舒服 而我却累死累活 伺候他们一家 我在家想了好多天 终于做出结论 我要为自己而活 要去享受我的生活 我直接和儿子说 我要去见一位老朋友 要出去几点 让他们生活自立 当时我儿媳就不高兴了 就直接说 妈 你还有闲工夫出去 家伙活不做了吗 孩子不带了吗 你就这么忍心 让我们做这些 我当时冷笑了一下 没有理儿媳 我就纳闷了 怎么就是我的事了 儿媳看我不理她 也没有再说话 只要在那里生闷气 第二天我就去了一个老姐妹家 她住在外地 以前本来她也是我那边住的 然后她跟她老公搬到外地去了 但是我和她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我参观了一下她的生活 她过得特别舒服 天天在家练跳舞 要么就是出去旅游 各种各样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特别羡慕她 她的退休生活 一点都不孤独 反而过得很美好 她说自从退休 她没去儿子家住 她儿子也叫 但她不肯去 因为她知道 去和儿子住 在一起就会是做保姆 所以她不会这么傻 退休生活 是她自己的 不应该还要为别人操劳 我真的特别敬佩她这种精神 在她家住了几天 我就回去了 又要给儿子家做保姆 但我一想到我那姐妹的生活 我就不甘心 心里在想 为什么别人都能够做到 我却做不到 我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 要不然哪天去世了 都没有享受过生活 那真的太可怜了 于是 我就和儿子说退出他们的生活 我儿媳不肯让我走 但我下定决心 他们也阻拦不了 后来我就回老家了 回老家我过上了退休生活 每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日子过得很充足 把之前规划好的生活 现在终于实现了 我再也不想再去给别人做保姆 我要为自己而活 反正我已经为儿子付出大半辈子了 她的生活应该是她自己走下去 而不是还要我操劳她 农村有句属于 树大会分鸭 家大要分家 儿女长大之后 就要离开父母 另起炉灶 不管家里多穷 都别一锅端 决定一个家庭是否幸福的 除了金钱之外 就是感情 夫妻的爱 父母对儿女的爱 儿女对父母的笑 缺一不可 很多老人以为 养儿养女能防老 等自己年纪大了 腿脚不利索了 就去儿女家里住 不管怎样 还能够吃饱穿短 其中的矛盾 经济条件等因素 却没有充分考虑 殊不知 人老了 和儿女走得太近 就是一场灾难 一 老人和儿女一起住 有很多附加条件 儿女长大以后 不仅会赚钱 还会结婚成家 老人和儿女一起住 不仅要儿女同意 还要看女婿和媳妇的态度 我的大伯父 把一辈子积蓄拿出来 给了女儿买房 大伯父年迈的时候 准备去女儿家住 可是女儿拒绝了 女儿说 公公婆婆都在家里 如果娘家的老人也过来住 哪有那么大的房子 哪能管得了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可惜 大伯父只有一个女儿 要是靠不住的话 只能在乡下孤独终老 人到了五六十岁之后 要懂得 并不是你把所有的财产 都给了儿女 老人就可以一来伸手 翻来张狗 父母对儿女的适途之情 令人感动 但不要期待有太多的回报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儿女的家庭也不容易 老人住进来之后 困难就更大了 二 和儿女走得太近 钱财方面扯不清 作为父母 没有办法两碗水端平 只要有两个儿女的家庭 父母总是会厚此薄鄙 如果父母和另一个儿女 走得太近 那么父母就会 有偏爱的嫌疑 另外的儿女 就会远远地躲开 把这样的任务丢出去 父母拿钱给儿子买房 女儿觉得自己吃亏了 拿钱给女儿做嫁妆 儿子觉得父母胳膊往外弯 父母夹在中间 两头受气 如果一家人为了钱财 对付公堂 自卫不好受 最苦的是 有的父母把钱财给了儿女 但儿女不孝顺 落得晚景凄凉的下场 聪明的父母 总是会留一手 等自己年迈的时候 还能老有所欲 哪怕是住养老院 也比看儿女的脸色强 父母和儿女之间 需要牵挂 问喉 帮助 但是不需要 时时刻刻在一起 距离太近了 安全感有了 但是美感没有了 矛盾也暴露了 距离太远了 有美感了 又绝对不够安全了 唯有一碗汤的距离 才能让这份心情 更加浓厚 也就是说 从母亲家里 端一碗汤 到儿女家里 还是温热的 歌手刘德华说过 对家庭 父母 兄弟姐妹 不要计较他们 曾给你什么 对你好不好 而你的责任 就是需要 对亲人做到最好 尽最大的努力 去帮助他们 不管用什么方式相处 距离有多少 作为儿女 一定要包容父母 哪怕父母很偏心 亏待了你 也不要计较 毕竟 骨肉至亲的感情 是割舍不掉的 吵吵闹闹闹过日子 也要过下去 把心放宽 把爱放大 管好自己的嘴 家庭 才会更加和谐 不管父母做了什么 其初衷 一定是 为了你好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 Facebook里面 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 私信给我了 子木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我订阅 我订阅 我订阅